沙塵集北京,網友說是報應 沙塵滾滾,天翻地暗 望遠一點點,什麼都看不到 其實是一股強勁冷空氣抵達北京 吹起沙塵,形成這麼強勁沙塵步 官方人民網昨日引述氣象部門說 直至下午2點,北京最大陣風普遍有7-8級 收到機場的風力,還去到11級 這麼強勁,難怪T3行站的樓頂吹到反 平機平衡變成垃圾牆 交到41班行班要取消,125班要嚴誤 還啟動大風天氣橙色保障程序 天氣這麼差,斯文寧願留在家好過出街直診 兩會代表都不例外,不過就辛苦了一群採訪的記者 事關一些代表都躲在飯店裡,令他們四圍坡擱著色塵 最諷刺的是,習近平早幾天說 自己小時候見關沙塵天氣,對兩會代表們平常心看待 怪任網友慨嘆,這場沙塵步是報應啦